记者叶勇千平东报道,有300年历史的小琉球碧云寺观音佛祖今年将首度跨海到东港绕景。 县长潘孟安表示,小琉球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宗教文化,欢迎大家来参加。 琉球相碧云寺观音佛祖是当地的主要信仰中心,当地民众对于精神信仰相当的虔诚, 而琉球许多旅外乡名都期盼佛祖能够跨海来台绕景。 今年终于如愿,在东港各庙宇的大力支持下,将于3月24日、25日到东港绕景, 4月1日到5日在琉球相举行第二届琉球碧云寺观音佛旦文化祭活动内容包括朝山跪拜、天宫炉银宋记忆等。 县长潘孟安表示,琉球相从传统的渔村船行到观光地看环保岛,琉球相发展相当的快速, 而琉球相有三多,琉球的校长人数多,占权限四分之一,船长的人数多, 有港口的地方就有几乎就有琉球人,而妙语多,密度高,更是全国一大特色, 琉球人很单纯,对宗教信仰很虔诚,而碧云寺更是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每天都有乡民前往直角寝室,而这次观音佛祖三百年来首度要跨海道东港绕景, 让许多琉球旅外的民众相当期待,东港七块头喵宇更是全力相助, 他邀请大家一起来东港小琉球,见证这场丰富的文化活动。